我們今年展最主要是有產品跟手錄裙 手錄裙是比較多的 比如說最簡單的這邊是產品系列 我們就是鋁木Io 我們有不同Fearbox的鋁木Io 可以量測的 不管是溫度、濕度、壓力 還有躁度 還有我們現在有異味 或是其他相關的 這邊是產品類比較多 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有智能化的預兆診斷 因為在工廠端 馬達應用非常多 它馬達震動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怎麼達到預防保養 它就要需要我們這樣的模組 我們這是一個資料擷取的模組 這個配合是震動的Sensor 當這個震動有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這邊可以得到它的資料 到後台就可以AI的應用來做判斷 它如果超過一定的切線值 它就會起始發Alarm出來 這個對工廠裡面應用非常多 電控箱 除了傳統我們去量電流 我們很怕的是公安的意外 公安意外最主要是溫度過高會來引起 那我們用非接觸這紅外線的模組 因為高電流的人是不能碰的 當我們用這個 又配合我們的螢幕 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這是一個舉見識的 不是單點而已 是可以把熱點就把它分析出來 那涼的地方可能有會流排 或是Brega的地方 全部多都可以 那另外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未來會非常強調的 我們稱為叫relander的系統 這是DCS裡面非常重要的 控制來講是最為重要的 它是什麼地方都叫relander 從上位端的通訊 我有Rune Switch Rune Switch來構成一個回路 那這邊控制器 就有直接可以切換 這兩台是我們的控制器 我們可以來看 現在這邊是主控端 這邊是Slave端 那你如果再把它拔掉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紅色 這個它會自己去切換它 當你又把它切換回來 你看就變紅了 我再把它插回去它就會恢復 那這邊是IO 這邊是IO IO這個U unit 你看它會有通訊 電源 兩兩層 對 IO的狀態 你會看到這個 我如果 現在都是綠色 我如果把這個 把它拔掉 一個起來它就會變成是紅色 再把它插回去 它就會硬體 就會自動切換 它就會硬體 Master跟Slave 都有 那我們這邊也提供了 Rune London的Power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系統 從通訊 從控制器 到電源 到IO 都是Rune London的 所以就是最好的Rune London系統 這邊是我們是給現在最有需要的一些機台 機台你要運動控制 那我們提供了最新最先進的Ethercat 是網路型的 是非常快速的 它我們做不同的IO 我們有IO 有控制器 有incoder 全部都有 那我們的控制器 這是叫分散式的 這是集中式的 你看這單一一個一個 那我把它集中起來 它密度就會更高 所以看客人的機台的需要 我們得有提供這麼完整的方案 所以這個TOTAL的方案是 可以給機台設備業用 再來這個 就是 現在要講雲端 那與雲端 我們就把它建置起來 讓客人 非常簡單的 只要加上我們的 Edge的Controller加Sensor 就可以把這樣的資訊收到雲端 像我們這一台來展示的就是 我們公司在不同的場域 辦公室 把它空氣的品質全部收集起來 重要的就是我們有這個核 核金 就是外食的控制器 這個就是我們說以為核核金 這個很強調的 簡單易用免程式 只要用邏輯的規則 去設定它就可以達到 所以這是我們的 語音對 解決方案 那對工廠的現場端 你一定需要的就是要有 圖共系統 SKEDA 讓操作者你可以去 去收集資料 那這是我們代理的 RV8 Edge 在過去叫做Indusoft 它現在已經經典就改名字 就是把現場端的 經過控制器 或是所有的器材 就可以把所有資訊都收集回來 它變成戰型式都可以 這就是我們的 圖共系統的 展出 那另外這一個 我們就是因為防禦期間 所以我們有紅外線的 你非7A處的感應 它就會有聲明出來 就是說 我們要開門 手不要去碰到 說我們有這樣的應用 就是讓人家 那很重要 我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我發生 alarme的話 它這個camera就會拍 拍完透過LINE就傳到這裡 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 整個的展示 我們有分成 在攻略4.0裡面 我們有感測層 有邊緣運算層 還有雲端 還有應用 我們每一個類都有我們的東西 我們下位端 在現場端有Io 這邊在Edge端有Controller 或是集中器 它在上位端有不同的這種系統 那我們都會有 另外這一塊 這個叫做無線的感測解決方案 我們透過 我們都透過 你來採採決數據 我們本來就有 但是在現場端很重要的 但是在現場端很重要的是 配線是一個非常大的成本 還有電源 你要再去裝 這些非常困難 那我們這個系統 是在一些半導體廠 它充分應用我們的這樣的技術 從無線無遠這樣的方案 我們可以取得的data有溫度、電流、電量 還有其他的數位的狀態 再來就是能源的解決方案 能源的解決方案 紅革科技的解決方案 可以不管在發電端 或是設備的控制端 都可以用 我們的用電管理到辦公室 你可以藏物端 都可以用我們的這樣的解決方案 它也可以做到預防保養 這樣我們的能源解決方案也有 那如果對一些藏物人員 希望拿一台電力箱 去判斷它的電力品質的話 我們也提供了這樣的整體的一個Demo Kit 它就直接就可以使用 因為它可以直接去用軟式CT去取得電壓電流 那也可以得到它的Power Factor 還有它的電力品質的相關參數 這個我們都可以 這邊就是我們新一代的OPC UA的標準 公共現在最為熱門的 對IT人員透過我們這樣的集中器或是我IO 不用再經過傳統的POC或HMI 就可以把這樣現場端的資訊 直接寫到資料庫 這個是對OT跟IT的整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解決方案 那我額外問一個問題 請問副總就是說 我們知道鴻閣近期 從那個大樓的自動控制 現在針對智慧工廠的部分 也一直在深入 那以鴻閣來講 鴻閣的針對那個所謂的產業機械啊 或這些 這一塊的一個發展策略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我們現在看到的 以產業機械還有工具機這個行業 像他們的控制器可能都用國外的 但是他們在現在以國內的廠商 他最希望的是整廠輸出 或是整條生產線 那我們會配合它呢 就會有在赤層上的改善 比如說我們搭配在嘉義就有一家廠商 配合我們的所謂的ICAN 這有一個智慧型的展示板 當它這個生產線哪裡出現錯誤之後 我們就有指示讓現場人員更容易去操作 它的LOVA哪裡有出問題 我們就這個告示板就會讓它去用 這是另外一種應用 那最大應用就我剛剛有介紹 就是馬達、預防、保養 當哪裡會有錯誤的時候 這個就要去即時地去偵測 這個是我看是未來應用的會非常多 那產業機械我希望是在生產線、生產輸出 我們怎麼幫忙它 加更多的Sensor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 好建設部長 好建設部長 大家 好建設部長 說明 以及